然后这套Let's Grow 跟你们分享一下其中一本书 因为它其实24本嘛 不太有办法短时间内都跟你们就是讲完 但是我想说就是今天就是先拿一本来介绍 那其实它里面啊24本 然后都每一本都还有搭配一张说明的卡片 那它其实最 就是类似大纲 也不是大纲就有一个介绍 它就跟家长说 其实小朋友呢 在长大的过程在说话之前 他们可能就是都是最先跟身边这些照顾 照顾小孩或者是爱他们的人去做沟通 然后学习啊模仿等等的 那就是希望说透过一些互动 让小朋友可以获得一些 你知道勇气可以去学习 可以去探索等等的 那它说这一套 其实这一套的目的就是 要让家长跟小朋友之间多一些连结 然后它的每一张卡片都会教你说 你可以怎么样去做拓展 或是你可以怎么样教小朋友 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字句要注意 那举例来说这一本 A Day at the Zoo 我先讲 这套跟Holo比起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更简单 因为它里面就是 其实简单来说 它真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每一页的字句也不多 那Holo的话其实是还有很多的篇章 有就是可能是念一首诗 唱一首歌 或者是找一个找找小游戏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本相对来说是更简单一点 那比如说像它 有个很好听的配乐 A Day at the Zoo Winkled Coat Elegant Perfect for an elephant Furry Coat Warm and Snug Perfect for a panda cub Striped Coat On a Stroll Perfect for a zebra foal Spotted Coat Swimming Up Perfect for a seal pup Hairy Coat Looking Wild Perfect for a monkey child 你看它念的都是有押韵的 Nice pick Perfect for a penguin chick Fancy plain Big or small I love my coat Best of all 就这样短短的 这样就结束了 然后可是呢 它里面就有教说 其实你可以去拓展说 Which animals are black and white 你就可以去教它找看看 就是你可以先叫它认 然后之后再跟它玩 说找找看这样子 或者是说 Focus on colors as you read 你可以就是讲说 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然后告诉小朋友 之后再跟它玩说 那比如说什么东西是灰色的啊 什么东西是白色跟黑色 你可以找到 比如说好 假设举例是这一页好了 它可能就说 那个斑马是黑色跟白色 那你还可以找到什么东西 也是黑色跟白色的吗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 What do you see? I see an elephant with big ears 那所以说到这边的话 我就会想到 联想到说 假设你们家 是有那个brown bear的首 你就可以唱这首歌 来去强化 就是说 What do you see? 或者是 一样是动物 跟这个句型的连结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red bird looking at me 这样子 这首歌很简单 像我们家老二 他一岁两个月 然后我跟他 大概才唱一次两次之后 只要我唱到最后一句说 looking at me 的时候 他就会跟着 念最后一个me之类的 就是因为很简单 又一直重复 所以小朋友就会很快学会 然后再来这一个 Let's talk Point and play 他就可以说 I see 什么什么 或是 Where is 什么 Where is the elephant Or where are monkeys 他这边其实就会有 很简单的句型 带家长怎么样去引导 那这边还有一个 Let's sing 有一首歌嘛 那其实这些内容 在 你在音乐听听 或者是海报小镇里面 是可以看到 一样是每一本书 都有一个影片 去教你怎么带 然后甚至里面 那个老师会直接 就是念这一本 绘本 我觉得照着他的方式 念给小朋友听 也很棒 那但是这一本 他的这一 其他的我还不知道 但是他这一本里面 这个Let's sing 是他其实是念出来 不是真的有一首歌 那我会觉得 有一首歌更合适 是那个Super Simple Song 里面 他有一首 Let's go to the zoo and jump like the kangaroos do 那个那一首的话 剧型跟内容 我觉得跟这一段 是很接近的 然后因为他 那首歌也好听 所以像这一本的话 就可以有两首歌 去做搭配 这样 我觉得蛮不错的 这一本的歌 一首歌 那一首歌